第006腰章 疯了吧 你管军演叫军训 不知道 被问到的八班众人 当即便摇了摇头 实话跟你们说吧 夏锦西也没继续卖弄关子 顿时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这里面装着的东西 将是你们接下来几天 军训所需要用到的 说吧 夏锦西转头便向着秦桓看了过去 欢欢 你来打开吧 好嘞 秦桓本就对此十分的好奇 自然是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也就在他迈步 走向其中一个箱子的同时 不仅是八班的众人 其他班级的学生们 也全都向着他这边看了过来 我去 他这是要打开那些木箱了吗 好期待啊 也不知道 里面究竟装的是些啥 我猜啊 肯定是健身器材 譬如雅琳啥的 我觉得也是 也就在这些人 三三两两的一轮之际 秦桓这边 也是已经来到了木箱的跟前 没有任何的迟疑 他当着在场众人的面 直接就将那木箱给打了开来 这 我的天呀 真的假的 也就在木箱打开的瞬间 刚刚还满脸淡定的秦桓 忍不住就到吸了一口凉气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木箱之中装着的东西 居然会是 我去 秦桓他这是看到啥了 眼睛灯那么老大 看他这震惊的模样 莫非里面不是雅琳 肯定不会是雅琳呀 没见他都呆住了吗 好想看看呀 真是好奇死我了 我也是我也是 不得不说 此时 秦桓那很是震惊的表情 直接就勾起了所有人的兴趣 他们都想知道 秦桓这究竟是看到了啥 无解 你确定这木箱里的东西 是我们接下来军绪能用到的 缓过神来的秦桓 深吸了一口气候 这才对着不远处的夏锦西 不由满脸震惊地问道 当然 夏锦西嘴角微微上扬 很是肯定地回答 可是 秦桓听罢 还想要说些什么 哪知还不等他开口说完 不远处的夏锦西 却是直接就打断了他 行了 你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吧 这 那好吧 见下锦西并不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 没办法的秦桓 最终也只能是 弯腰将这木箱里的东西 给拿出来了一把 没错 就是一把 我乐个趣 真的假的 我这该不会是眼花了吧 手枪 居然是手枪 我的个亲娘舅舅 这也太牛皮了吧 秦桓这才刚一将手枪拿出 看到这一幕的众人 愣是差点没将眼珠子给瞪出来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木箱里面装着的东西 居然会是这种玩意儿 要知道 这玩意儿在华夏大地 那可是绝对不能触碰的存在 行了 你再打开别的木箱吧 也就在这时 夏锦西嘴角微微上扬 便又对着秦桓说道 这 难道不是一样的吗 秦桓听到这话 顿时不由疑惑问道 至于在场的其他人 也是立马就竖起了耳朵 当然不一样 你打开就知道了 夏锦西并未将话点名 而是卖了的关子 行吧 秦桓也没有多问 在放下那把手枪之后 便又来到了另外一个木箱跟前 也就在他打开那木箱的同时 操场上的所有人 竟然全都不约而同地点起了脚跟 没办法 他们这实在是太好奇了 卧槽 我的天呀 至于秦桓 在打开那个木箱之后 一个没忍住 直接就惊呼了出来 我去 真的假的 秦桓这也太夸张了吧 妈的 我怎么啥也看不到呀 你们能看到 那里面是啥不 能看到个屁 真是好奇死了 看秦桓这反应 这个木箱里面的东西 明显比刚刚那手枪还要厉害 由于角度实在是太过于刁钻 操场上的众人 哪怕是点起脚跟 也仍然是啥也看不到 好在就在这时 回过神来的秦桓 直接就将那木箱里的东西 给拿出来一把 没错 又是一把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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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个老天爷 这是个啥情况呀 疯了吧 突击步枪都给搞来了 当众人看清秦桓拿出来的东西后 差点没一个亮枪摔倒在地 本以为手枪 就已经够让他们震撼的了 但哪里想到 这尼玛的 居然又蹦出来了一把突击步枪 然而 事情还远远不算结束 接下来 秦桓又按照夏锦西的吩咐 一个接一个的 将剩下的所有木箱 全都给打了开来 我的个老天爷 那好像是迫击炮吧 这也行 挖槽 手雷 全是手雷 火箭筒 全是火箭筒 妈的 我都已经麻木了 等下他就算是搬出一个核弹 估计我都不会再感到震惊了 真的假的 哪里有核弹 我怎么没看到 你是被震惊的糊涂了吧 我这是在打比方好吗 也就在众人被震惊的 开始有些麻木的时候 夏锦西先是让秦桓回到了原位 随后 这才满脸笑容的 对着八班的众人说道 大家应该都看清楚了吧 这些就是你们接下来几天 军训将要用到的所有东西 我乐个去 他刚刚说啥 这是他们八班 接下来要用到的军训装备 真的假的 这尼玛是军训吗 这特么的 明明是军演好吧 夏锦西这话才刚一说完 其他班级的那些学生们 满是震惊的同时 忍不住便在心中吐槽了起来 而也就在这时 夏锦西顿了顿 便是接着说道 全体都有 从右边这组开始 依次来领取你们的大礼包 好嘞 夏锦西的话音刚落 八班的学生们 便在他们教官的带领下 开始依次领取武器装备来 妈的 好羡慕他们呀 可不是吗 八班的那些家伙 也太幸运了 居然分到这么好的教官 我也好想玩那些东西啊 音音音 咱们先前还笑话人家 真是太打脸了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隔壁七班的众人 愣是差点没给直接馋哭了 要知道就在不久前 他们可是 还嘲讽过八班众人 什么叫打脸 这特么的就是 第0062章 这是不是太冒险了 与此同时 八班这边的众人 在他们各自的教官带领下 也是 很快将面前的三十来个木箱 全都瓜分了得干净 行了 装备也都给你们分好了 夏景熙见状 当即便是大声说道 全体都有 今天咱们军训的第一个项目 手枪射击 说到这里时 夏景熙顿了顿 便是接着说道 半个小时后 我将亲自检验你们训练的成果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 众人兴奋之余 当即便是齐声回道 很好 夏景熙满意地点了点头之后 转头便对着森林郎说道 森林郎 你去让人将把牌全都准备好 是 说着 森林郎也是很快就按照夏景熙的吩咐 让人在操场上的某个靠墙的位置 将十多个把牌全都给树立了起来 我去 真的假的 就在操场上打枪 卧槽 疯了吧 难道就不怕打到别人 问题应该不大 那边又没人 再说了 后面不是还有墙挡着吗 你说的倒是轻巧 你知道枪的威力有多大吗 是啊是啊 他们这也太草率了 众人看到这一幕后 震惊之余 当即就三三两两的小声一轮了起来 他们本来还以为 夏景熙带来这么多的杀伤性武器 肯定会带着八班的众人 前往一个很是安全的野外 进行射击打靶 但哪里想到 结果却是准备在操场上进行 说实话 不只是其他班级的众人 感觉夏景熙很是大胆 就连秦欢和八班的其他学生们 也全都是同样的想法 五姐 这是不是太冒险了 要不咱们换个地方 实在是有些担心的秦欢 当即便对着夏景熙说道 有啥冒险的 夏景熙哪里会不明白秦欢的想法 撇了撇嘴的同时 不由淡淡说道 咱们这可都是空包蛋 只要不是距离太近 就算真打在人身上 最多也就疼一下罢了 空包蛋 啥是空包蛋呀 操场上的众人一听这话 顿时就陷入到了猛逼当中 很显然 只是学生的他们 根本就搞不懂 啥叫空包蛋 五姐 啥是空包蛋呀 同样猛逼的秦欢 对着夏景熙便是问道 这 怎么跟你说呢 夏景熙沉色几秒过后 这才对着秦欢解释着说道 所谓空包蛋 说得浅显一点 那就是 没有蛋头的子弹 我们一般 在进行军演时 所用到的 也全都是这种 这下 你应该懂了吧 哦 原来是这样呀 我懂了 听完夏景熙的这番解释后 秦欢也是 终于放心了下来 行了 全体都有 夏景熙也没再耽误时间 当即便对着八班众人命令着说道 戴上你们的装备 跑步前进 十二万一千一百十一 话音落下 他们各自的教官 喊着口号的同时 就将其全都给带到了 离把牌 差不多十多米的距离 接下来 自然也是不用夏景熙再多交代 他们各自的教官 先是将手枪的性能 给介绍了一遍 随后 又亲自上堂 打把射击演示了一下 至于剩下的事情 也就看他们自己的发挥了 欢欢 你们过来 我来教你们 与此同时 夏景熙也是将秦欢四人 给叫到了自己的身边 这个是五十四式手枪 也是咱们国内 最常见的国产手枪 其性能 他先是 将这款手枪的性能 给秦欢几人介绍了一番 来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随后 直接对着不远处的把牌 便是一枪打了过去 碰 只听碰的一声响起 秦欢他们就发现 不远处那把牌的正中心 出现了一个手指大小的孔洞 我去 这么厉害的吗 直接就打中把星了 见到这一幕的秦欢四人 瞬间就瞪大了双眼 要知道 刚刚夏景熙在开枪时 可是连瞄都没有瞄一下 完全就是很随意的一枪 行了 接下来你们谁先 夏景熙收回手枪并退堂的同时 对着秦欢他们便是问道 教官 我先可以拨 其中一名女生 立马就站了出来 当然可以 夏景熙说着 直接就将手枪递给了她 而那名女生 在接过手枪之后 先是朝着秦欢眨了眨眼 随后就按照 刚刚夏景熙所教的知识 将手枪给再次上了堂 描了差不多十几秒后 这才终于是扣下了扳机 碰 只听砰的一声响起 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名女生 还真就打在了把牌之上 哇塞 我打中了眼 见到这一幕的同时 那名女生 直接就高兴地蹦了起来 很显然 这一点就连她自己 也是没有想到的 还不错 夏景熙看着不远处的把牌 对着那名女生便是说道 虽然打偏了点 只有三环 但对你一个新手来说 已经还算是不错了 谢谢教官 女生听罢 对着夏景熙便是甜甜回道 嗯 你们接下来谁来 我吧 又是一名女生说道 可以 碰 我去 我也打中了 哈哈 不错 两环也还行 夏景熙说着 转头便看向了秦桓 和另外一名女生 你们俩谁先来 还是女生悠先吧 秦桓也没有多想 当即便是回道 哇塞 桓哥哥他 这也太好了吧 真是太绅士了 三女一听秦桓这话 眼睛里顿时就冒出了小星星 至于最后这名女生 也是相当的出人意料 竟然直接就打出了七环的好成绩 毫不夸张地说 这对一个新人来说 简直就是难以想象 我的天呀 贝贝 你这也太厉害了吧 七环 居然是七环 贝贝 你以前是不是打过呀 这也太牛了 其他三女健壮 二话不说 立马就对着这名女生称赞了起来 而接下来 也就该轮到秦桓了 第0063章 不应该啊 连续拖把 秦桓从那名女生手中接过手枪之后 并没有直接对着把牌开枪 而是转过头来 对着夏锦西便是问道 吴姐 这手枪里 一共装有多少发子弹呀 八发呀 怎么了 夏锦西听罢 先是一愣 随后便是回答着说道 没什么 那我能打完吗 你打呗 那行 秦桓嘴角微微上扬 当即就将手枪给上了膛 欢哥哥加油 你是最棒的 加油 你肯定比我们厉害 十环 必须是十环 也就在这时 旁边的那三名女生 直接就给秦桓加油鼓劲了起来 而秦桓也是 没有让他们失望 抬手的瞬间 直接就扣下了扳机 碰 只听碰的一声响起 不远处的把牌中心 直接就出现了一个手指般大小的孔洞 我的天呀 这 真的假的 十环 居然真是十环 而且她刚刚貌似 也是连瞄也没瞄 当旁边的三女 见到那把牌上的把树后 差点没给震惊地咬到自己的舌头 本来他们还想着 只要秦桓不拖把 那他们 就得好好地吹下秦桓 但哪里想到 秦桓这不仅没有拖把 反而还打出他们无法企及的十环 欢哥哥 你这是有专门学过吗 那名叫贝贝的女生 回过神来的同时 对着秦桓便是问道 至于旁边的另外两名女生 也是赶忙就竖起了耳朵 没有呀 我这是第一次摸枪呢 秦桓撇了撇嘴 不由淡淡回道 啥 第一次摸枪 真的假的 欢哥哥 你这也太厉害了吧 可不是嘛 我家就有专门的靶场 学了三年的我 最多也就打到过九环 好厉害 真的好厉害 吉女一听秦桓这话 满脸震惊的同时 对着她 就是一连串的吹捧 这要是换成其他男生的话 估计早就已经被捧得 有些飘飘然了 然而秦桓这边 却只是淡淡地吐出来了三个字 还行吧 啥 这叫还行 我的个欢哥哥呀 你这也太谦虚了 三女听罢 顿时心中不由如此想到 而也就在这时 秦桓这边 便又一次抬起了手来 碰 又是碰的一声响起 咦 这啥情况 莫非是没打中 不应该啊 三女看着眼前那空荡荡的把牌 忍不住便揉了揉眼睛 在他们看来 刚刚才打过时桓的秦桓 这次咋就脱把了呢 欢哥哥 没关系的 你刚刚肯定是紧张了 贝贝说的没错 肯定是紧张了 再来 你这次绝对能打时桓 有些担心秦桓会被打击到的三女 下一秒 赶忙就对着她鼓励着说道 而他们三人没发现的是 此时秦桓的脸上 根本就没有一点点失落 不仅是她 就连一旁的夏景熙 也好似早就预料到了一般 欢欢 继续 夏景熙张了张嘴 对着秦桓便是说道 好的 秦桓也没耽误时间 直接就再次扣下了扳机 碰 碰 碰 和先前不同的是 这次秦桓竟然一口气 连续就打出了三枪 伴随着枪声的响起 旁边的三女 也是赶忙 就向着把牌那边看了过去 这 我乐个去 不应该啊 怎么又拖把了 一枪都没有打中 三女看着眼前 那仍然空荡荡的把牌 直接就陷入到了猛逼当中 莫非 莫非她之前那十环 仅仅只是巧合 也就在三女如此想着的时候 哪知就在下一秒 一旁的夏景熙 却是直接开口说道 很不错 看来欢欢你已经学会了 等下的手枪考核 就由你代替 你们组出场吧 啥 很不错 由她代替我们组出场 真的假的 这是不是太草率了点 夏景熙这话才刚一说出 回过神来的三女 差点没直接一个亮枪 摔倒在地 在他们看来 秦桓这都连续拖把多少次了 如果真让她出场的话 那还不得被其他人给笑话死 想到这里的他们 又怎么会忍心 让这种事情发生 还不等秦桓答应下来 那名叫做贝贝的女生 赶忙就对着夏景熙提议着说道 教官 要不还是让我出场吧 是啊是啊 教官 贝贝虽然比不上欢哥哥 能打出十环 但对比其他人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碾压的 没错 您就让贝贝出场吧 不得不说 三女哪怕直到此时 竟然还在强行 替秦桓挽回面子 欢欢 你觉得呢 夏景熙并未同意他们的提议 而是转头对着秦桓问道 还是我来吧 秦桓撇了撇嘴 不由淡淡回道 这 三女见状 还想要说些什么 然而还不等他们开口 一旁的夏景熙 却是直接就拍板同意了下来 行 就这么决定了 说吧 她还不忘转头看着三女 很是认真的说道 对了 你们三个的水平 还得再多练练 啥 我们三个 还得再多练练 真的假的 难道不应该是让秦桓多练练吗 毕竟等一下可是她出场呀 三女听到夏景熙这话 忍不住便在心中如此想到 只不过 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的十多分钟 夏景熙却是拉着秦桓 跑到一旁看别的小组打靶去了 看他们两人那模样 就好似 是已经赢定了一半 行啊 全体都有 集合 而也就在这时 夏景熙对着八班的众人 当即便是下令喊道 听到命令的众人 也是赶忙 就集合了起来 怎么样 大家应该都练得不错了吧 夏景熙看着眼前的众人 对着他们 便是一脸笑容地问道 对于接下来的小组考核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 众人齐声回道 很好 夏景熙满意地点了点头后 对着他们便是说道 既然大家如此地有信心 那就各自拍一个代表出来吧 第0064章 小组对抗考核开始 夏景熙的话音刚落 八班各组的人群当中 立马就走出来了十多个人 不难发现 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 都充满了自信 而这其中 自然也包括秦桓 行 那咱们就开始吧 夏景熙先是扫视了他们一眼 随后便是开口说道 每人八枪 你们谁先来 我先来吧 也就在这时 一名戴着眼镜的男生 直接就从人群当中走了出来 行 那就你先来 夏景熙说着 直接就将一把上满子弹的手枪 递给了他的面前 而他也是没有耽误时间 接过手枪之后 很是随意地瞄了几眼 当即就扣下了扳机 碰 碰 碰 只听连续八道碰声响起 众人赶忙就顺着把牌锁在的方向 看了过去 卧槽 真的假的 六十环 居然打出了六十环 这家伙也太厉害了吧 可不是嘛 平均每一枪都在七环以上 妈的 我刚刚打了十多枪 最多也就四环而已 那你比我好点 我最多也才三环 见到这一幕的众人 很是震惊的同时 忍不住便对着这名男生夸赞了起来 就连一旁的各位将军们 也是投去了十分赞赏的目光 在他们看来 一个新手能打出这样的成绩 恐怕都已经是超过95%的人了 哪怕是在他们当初刚入武时 也就差不多这个水平 很不错 你叫什么名字 夏景熙见状 对着那名男生便是问道 回教官话 我叫周赫 周赫推了推自己的眼镜 当即便是回答道 周赫是吧 不知道你毕业后 有没有兴趣入武 夏景熙看着周赫 很是认真的问道 入武 真的假的 其他人一听这话 立马就竖起了耳朵 这我倒是没有考虑过 周赫摇了摇头 不由好奇问道 教官 我这近视也能入武吗 当然可以 夏景熙嘴角微微上扬 当即便给他解释说道 先不说你是庆大的学霸 就你这枪术的水平 作为特招 也是完全可以的 真的 周赫听到这话 脸上的神色 瞬间就兴奋了起来 要知道 他从小的梦想 那就是成为一名军人 如果不是因为眼睛近视的话 他也不至于来读庆大 当然是真的 夏景熙撇了撇嘴 很是认真的说道 而且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如果你毕业后选择入伍 最低也可以给你少校军衔 啥 少校军衔 那不就是团长了吗 我的个亲娘舅舅 周赫他 这也太幸运了吧 周围的众人一听这话 震惊之余 全都对着周赫 投去了无比羡慕的目光 至于周赫 又怎么可能会拒绝这样的好事 于是 立马就同意了下来 而也就在他同意之后 夏景熙先是让森林郎 记下了他的联系方式 随后 这才对着剩下的十多个人说道 你们谁先 我来吧 可以 喷喷喷 还行 下一个 我来 喷喷喷 就这样 仅仅十分钟不到 眼前的这十多个人 就已经只剩下了秦桓 而且毫无意外的是 刚刚的这些人除了周赫之外 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打得不怎么样 最多的一个 也才打了仅仅42环 也正因为如此 此刻的周赫 可谓是已经成为了 众星捧月般的存在 欢欢 该你了 夏景熙看向秦桓 对着他便是说道 好的 秦桓也没耽误时间 走上前去的同时 直接就接过了手枪 他能行吗 我怎么感觉有些不太靠谱 我也感觉不靠谱 毕竟咱们刚刚练枪的时候 他貌似都在后面瞎逛 不用看了 肯定超过不了周赫 我说的 也就在秦桓接过枪的同时 八班的众人 当即便是小声地议论地说道 而听到他们 这番话的三女 虽然也觉得 有那么一些道理 但还是忍不住站了出来 你们说啥呢 欢哥哥 怎么就不靠谱了 是啊是啊 他先前可是打出了十环好吧 说的没错 我就问问你们 你们谁能打出十环来 三女话音刚握 听到他们这番话的众人 立马就向着他们看了过来 十环 真的假的 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 真是太能扯了 环十环 你咋不说一百环呢 哈哈 我估计是十枪十环吧 哼 你们等一下就知道 你们是有多么可笑了 是吗 那我倒是很想看看 说实话 也不是他们瞧不起秦桓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刚刚大家都在练枪时 秦桓却在那里闲逛 他们可不认为 一个闲逛的人 还能打出啥好成绩 欢哥哥加油 欢哥哥加油 三女也是懒得在和他们争辩 当即便给秦桓加起了油来 而秦桓这边 在上堂的下一秒 抬手就是一枪打了出去 碰 只听碰的一声响起 众人也是赶忙 就向着把牌那边看了过去 这 我的个天呀 真的假的 十环 居然真的打出了十环 刚刚还有些不屑的众人 此时直接就看傻了眼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秦桓还真就打出了十环 要知道 这可是连周鹤 都不曾打出来的环数 一时之间 就连那些将军们 看向秦桓的眼神 也是瞬间就有了变化 怎么样 我就说欢哥哥能打出十环吧 你们还不信 欢哥哥真棒 你就是最厉害的 兮兮 真是太解气了 看你们还敢不敢看清我欢哥哥 本来还很是担心的三女 此刻也是 终于放下了心来 而也就在他们一脸兴奋地 说出这些话的同时 秦桓那边 也是打出了第二枪 碰 只听碰的一声响起 下一秒 向着把牌看去的众人 却是瞬间就愣在了原地 而刚刚还很是兴奋的三女 则是感觉脸颊一阵活辣辣的疼 第0065章 八枪打在同一位置 扯淡吧 我去 拖把了 真的假的 这尼玛是在搞笑吗 亏我还以为他真的很厉害呢 回过神来的八般众人 看着眼前那仅有一个恐动的把牌 顿时就露出一脸鄙夷的神情 在他们看来 秦桓之前的十环 肯定就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 而他们没发现的是 此时那些将军们 看向秦桓的眼神 就像是看到什么可怕的怪物一般 碰 也就在这时 秦桓又打出了第三枪 哈哈 笑死我了 这也太水了吧 可不是吗 这要是换成我上 怎么这也能打个三四环哦 哎 本来我还以为他真的有实力 没想到结果却是个水货 真是太丢人了 要是我 我肯定就不打了 很显然 秦桓的这第三枪 在他们的眼里 仍然是拖把了 碰 碰 碰 接下来 秦桓这边也是没再耽误时间 直接就将剩下的几枪 全都给打了出去 毫无意外的是 不远处的把牌之上 照样还是只有着一个孔洞 丢人 真是 见到这一幕的八般众人 当即忍不住就准备小声地嘲讽一番 然而还不等他们开口 那十多名将军 却是直接就鼓起了掌来 并且在鼓掌的同时 向着秦桓那边就走了过去 我勒个去 这啥情况啊 他不是全都拖把了吗 这还有个啥好鼓掌呢 见到这一幕的八般众人 直接就看傻了眼 实在是有些搞不懂 秦桓都拖把成这样了 这些将军们为啥还会给他鼓掌 莫非 莫非是为了拍马屁 也就在八般的众人如此想着的时候 那些将军们 此时也是已经来到了秦桓的面前 秦桓兄弟 你这可以啊 这也太厉害了吧 其中一名大校 先是伸手拍了拍秦桓的肩膀 随后对着他便是竖起了大拇指 确实是很厉害 八发子弹一个孔洞 这哪怕是我巅峰时期 恐怕也只能勉强做到 好兄弟 先前是哥哥看走眼了 你可别介意啊 接下来 哪怕是那两名少将 也是对着秦桓称兄道弟了起来 言语之中 可谓是满满的欣赏 我去 刚刚他说啥 八发子弹一个孔洞 真的假的 照他这么说的话 那岂不是秦桓打出了八十环 我的亲娘舅舅 这也未免太夸张了吧 扯淡的吧 他一个新手 能有那么厉害 反正我不信 我也不信 估计这话也就是说给咱们听的 怕咱们 认为他们 这是在拍马片 不远处的八班众人 在听到他们这一番话后 先是被震惊的不清 随后 又立马对此产生了怀疑 毕竟如此夸张的事情 他们可不觉得 秦桓一个新手就能办到 怎么样 我这弟弟厉害吧 也就在这时 一旁的夏锦西 对着那些将军们 便是一脸得瑟的问道 他就知道 秦桓肯定会让他们高看的 厉害 当然厉害 不愧是您的弟弟 简直比我当初巅峰时期还要厉害 可不是吗 秦桓兄弟 你这要是能加入我们的话 我这少将都能让给你 这些将军在听到夏锦西的话后 有些羞愧的同时 也是纷纷表达了他们 对于秦桓的欣赏 行吧 看来 你小子是彻底让他们服气了 见到这一幕的夏锦西 转头便对着秦桓笑着说道 哪有 这还不是五件你教得好 秦桓挠挠头的同时 对着夏锦西便拍了个彩虹屁 当然 这说到底 其实也不算是个彩虹屁 毕竟 秦桓说的都是事实 如果没有夏锦西亲自教他 他也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算你小子聪明 夏锦西撇了撇嘴 转头便对着八班的众人宣布着说道 本轮手枪射击考核正式结束 第一名由秦桓这组获得 大家掌声鼓励 爷 我们赢了 桓哥哥真是太厉害了 可不是吗 八枪八十环 我就想问 还有谁 太牛了 桓哥哥就是厉害 夏锦西话音刚落 和秦桓一组的那三名女生 在鼓掌的同时 立马就兴奋地尖叫了起来 至于八班的其他人 则是根本就没有鼓掌的意思 鼓励个屁 太不公平了 没错 还八枪八十环 糊弄鬼呢 真以为我们眼睛瞎了 真是扯淡 他那明明就是拖把了 很显然 他们之所以不鼓掌 完全就是认为不公平 怎么 你们为啥不鼓掌 见到这一幕的夏锦西 对着八班的众人 便是皱眉问道 我 八班的众人听罢 当即就想要说些什么 然而还不等他们开口 那名叫周赫的同学 却是一脸怒气冲冲的 抢先一步说道 教官 我觉得您太不公平了 明明我才是第一 您凭啥非要说 您弟弟秦桓才是第一 不得不说 学霸就是学霸 说起话来 可谓是相当的有深意 不仅仅表明自己才是第一 更是免里藏真的点名 秦桓是夏锦西的弟弟 这不就是在说 正因为如此 秦桓才能抢走他的第一吗 是呀是呀 教官 您这确实是不公平 秦桓他都脱把了 您说他是第一 这和暗箱操作又有啥区别 太过分了 我支持周赫第一 我也是我也是 周赫的话音才刚刚落下 八班的其他学生们 也是立马就跟着附和了起来 怎么就不公平了 刚刚你们不是都听到了吗 桓哥哥可是八枪 都打在了同一个位置 是呀是呀 还不等夏锦西开口 和秦桓同一组的那三名女生 当即就反驳着说道 哼 谁信呀 周赫痴笑一声 转头便对着八班众人问道 你们信吗 PS 苏苏求催更 求五星好评 求礼物 免费的发电也行呀 推荐前辈番茄新书 重生都市修真 我带笑花剪空头 第0066章 他就算了 他不配 不信 肯定不信呀 爱谁信谁信 反正我是不信 我也不信 一个新手能那么厉害 糊弄鬼呢 周赫的话音刚落 八班的众人 立马就跟着起哄了起来 你们 而见到这一幕的三女 被气得够呛的同时 当即就想要说些什么 不过还不等他们张嘴 不远处的夏锦西 却是抢先一步说道 都不信是吧 当然不信 众人小声嘀咕道 那行 夏锦西说吧 转头便对着森林郎说道 森林郎 你去给他们证明一下吧 是 森林郎应声的同时 也是没有耽误时间 转头便对着八班的众人说道 都不是不信吗 那就跟我来吧 说着 也不等其他人反应 向着把牌那边就走了过去 哼 我倒是想要看看 你究竟怎么证明 八班的众人健壮 心中如此想着的同时 除了秦桓之外 包括那三名女生 当即也是 赶忙就跟了上去 没一会儿 他们这一行人 就已经来到了把牌的跟前 众人看着那仅有一个 孔洞的把牌 一个个的脸上 可谓是满满的嘲讽之色 教官 您该不会是想跟我们说 那八发子弹 都是从这一孔洞穿过去的吧 周鹤撇了撇嘴 对着森林郎 不由似笑非笑地问道 当然 森林郎肯定地回答 是吗 那不知道 您打算怎么证明 在周鹤看来 哪怕真如森林郎所说 这恐怕也是 无法证明的 毕竟 这又不是奥运比赛 还有着高清摄像头 全程拍摄 实在是没法证明的话 大不了查监控就行了 当然 不只是他一个人这么想 八班的其他人 此刻也全都是同样的想法 这还不简单吗 森林郎嘴角微微上扬 不由淡淡说道 直接检查弹痕不就行了 弹痕 啥是弹痕呀 八班的众人听罢 顿时不由满脸的猛逼 很显然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啥叫弹痕 你们跟我来就明白了 森林郎也并没有 要解释的想法 说完这话的同时 向着把牌后方的围墙 就走了过去 八班的众人见状 则是立马跟上 嘞 这就是弹痕 你们自己看吧 森林郎指了指墙上 那水杯大小的黑色印记 对着跟过来的众人 便是开口说道 这就是 众人听罢 先是一愣 随后 向着那道印记就看了过去 12345678 我去 好像真的有八道痕迹哦 确实是八道 虽然全都贴得很近 嘶 照这么说的话 秦桓还真是八颗子弹 全是从同一个位置打过来的 我的个亲娘舅舅 看来咱们这是 错怪她了呀 她这也太厉害了 好厉害的枪法 秦桓第一没毛病 众人看着眼前的那些痕迹 震惊不已的同时 顿时又有些羞愧了起来 怎么样 你们现在应该相信了吧 森林郎扫视了在场众人一眼 对着他们 便是笑着问道 相信了 众人听罢 当即便是齐声回道 那行 既然这样的话 那咱们就回去吧 说着 他们这一行人 便又再次走了回来 秦桓 对不起 刚刚是我错怪你了 教官 你弟弟秦桓是真厉害 刚刚是我错了 秦桓 我向你道歉 希望你别介意 八班的众人 这才刚一回到这边 除了周贺 和那三名女生之外 其他的所有人 基本上全都对着秦桓 或者夏锦西 进行了很是认真的道歉 周贺 你不去道歉吗 是啊是啊 人家都去了 你这为啥不去 三女看着周贺 不由皱着眉头说道 我凭啥要给他道歉 然而周贺听罢 却是满脸不悦的样子 在他看来 自己几年后 那可是要当少校的人 去给秦桓道歉 那岂不是太没面子了 你 三女一听他这话 气得够呛的同时 二话不说 当即便是反驳着说道 你还好意思说 凭啥 刚刚不就是你 调起来的事吗 说的没错 要不是你的话 大家又怎么可能 会怀疑事情的公平 是我又怎么了 周贺撇了撇嘴 不由一脸嘲讽地说道 我就不去道歉 你们又能拿我怎么着 你 你会后悔的 气 我这辈子还不知道 后悔两个字杂写呢 也就在他们这边 为此争得有些面红耳赤之际 不远处的夏景熙 先是扫射了他们这边一眼 随后 当即便是下令着喊道 全体都有 集合 话音刚落 刚刚还有些乱糟糟的八班众人 哪里还敢有所耽误 立马就在第一时间站好了队伍 而也就在他们站好队伍之后 夏景熙向前一步的同时 对着他们便是宣布着说道 手枪考核正式结束 接下来 咱们将进行步枪训练 同样给你们半个小时再进行考核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 八班的众人听罢 立马便是齐声回道 很好 夏景熙满意地点了点头后 这才继续说道 行了 都过来领取你们的装备吧 好嘞 众人听罢 哪里还会耽误时间 一脸欣喜地 就赶忙向着夏景熙那边走了过去 没一会儿 走在最前面的十多个人 就已经从他们各自的教官手中 接过了一把把黑色的95式自动步枪 而也就在这时 正好就轮到了周贺 他一脸欣喜地 当即就准备接过森林郎递过来的步枪 然而 他这才刚刚伸出手来 站在一旁的夏景熙 却是对着森林郎淡淡说道 他就算了 他不配 夏景熙是什么人 那可是宠地狂魔 不给他道歉 他还真不太在乎 但这家伙 居然敢不给秦桓道歉 他又如何能容忍 我去 真的假的 周贺他 这也太惨了吧 唉 这也是他自己太做 不然的话 也不至于这样 可不是吗 咱们都道歉了 他居然还当成屁是没有 八般的其他人 在听到夏景熙这话后 先是不由一愣 随后立马就小声地议论了起来 第0067章 偷偷摸摸地上官躲躲 哦 好的 森林郎又哪里会不明白 夏景熙的想法 没有任何的迟疑 直接就将那要递出去的步枪 给再次收了回来 这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刚刚还满脸兴奋的周贺 瞬间就陷入到了尴尬之中 伸出去的手 那是收也不是 不收也不是 而他现在也是终于了解 后悔两个字 究竟是该怎么写了 入伍 当少校 不用想都知道 那肯定是没戏了 你还愣着干嘛 赶紧让一下 见周贺愣在原地发呆 森林郎对着他 便很是没好气地说道 哦 周贺听罢 还想要说些什么 然而还不等他开口 森林郎那一双锐利的目光 直接就向着他看了过来 这 我的天呀 这目光也太可怕了吧 当周贺再接触到 森林郎的那锐利的目光后 道西一口凉气的同时 差点没一个亮枪摔倒在地 哪里还敢再次多待 当即就从人群当中 灰溜溜地退了出去 至于是否直接撂挑子走人 说实话 他还真有些不敢 这要是因此而被退学的话 那就真是鸡飞蛋打了 没办法的他 最终也只能是一个人 可怜兮兮地站在了一边 看着其他的同学们 全都满脸欣喜地 端着他那梦寐以求的步枪 那种感觉不用想都知道 此刻的他 究竟是有多么的难受 行了 大家都准备训练吧 夏锦西说吧 也是没在耽误时间 当即就带着秦桓四人 练习起了步枪来 而那些将军 在叫其他同学的同时 也是时不时的 就向着秦桓这边偷看上眼 他们很想知道 秦桓究竟是只对手枪有天赋 还是对所有枪支全都如此 如果是全都如此的话 那就真是太恐怖 而接下来的一幕 也是很快就给了他们答案 夏锦西只是稍微在秦桓的面前 掩饰了那么一遍而已 下一秒 秦桓便能直接打出 如同先前手枪般的操作 十发子弹 同一个孔洞 我的个老天爷 这尼玛的也太强了吧 看到这一幕的那些将军们 此刻一个没忍住 就倒吸了好几口凉气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秦桓的天赋 居然强到了如此可怕的程度 在他们想来 像秦桓这样的人才 别说是在华夏 哪怕在整个世界 估计也找不到几个 强 实在是太强了 一时之间 他们竟然还对秦桓 产生了一丝丝崇拜的情绪 这要是被边疆的那些对手们 知道的话 估计连下巴都得被震惊地 掉在地上 他们是什么人 毫不夸张地说 在边疆那些蛮夷们的眼里 那就是死神般的存在 像他们这样的人 现在居然对一个大学生 产生了崇拜的情绪 这又怎么可能会不让人感觉到震惊 黄哥哥 你这也太厉害了吧 真是太厉害了 居然又是石枪一个孔洞 好厉害的黄哥哥 真是爱死你了 旁边的三女健壮 也是立马就对着秦桓夸赞了起来 不错 看来你学的还是挺快的嘛 夏锦西嘴角微微上扬 不由话里有话地说道 那还不是无解你 秦桓又哪里会不明白夏锦西的意思 张了张嘴 当即就想要说些什么 然而就在这时 她不经意间的一瞥 却是瞬间就愣在了那里 我去 她怎么来了 而且看她这样子 咋感觉好像是在生气 不对 妈的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欢欢 你在看啥呢 见秦桓盯着不远处在那发呆 夏锦西说着这话的同时 直接就准备向着秦桓所看的方向看去 而这一下 不仅是将不远处的那人给吓了一大跳 就连秦桓也同样如此 哪里还敢有所耽误 回过神来的第一时间 赶忙就将正要转过头去的夏锦西 搬着肩膀就给转了回来 吴姐 我这需要上个厕所 你看 不难发现 秦桓在说这话时 还偷偷地对着不远处那人 狠狠使了好几个眼色 至于不远处的那人 也是 很快就明白了秦桓的意思 狠狠地瞪了秦桓一眼之后 当即就找了个位置躲了起来 别动手动脚的 并没发现这些的夏锦西 拍开秦桓手臂的同时 对着他便是说道 赶紧去吧 好嘞 多谢吴姐 秦桓说着 当即就向着那人所在的方向 小跑了过去 那时候夏锦西却是叫住了他 啊 被吓了一跳的秦桓 顿时就愣愣地转过了头来 你厕所方向跑错了 见秦桓那一脸的酣样 夏锦西对着他便是提醒着说道 哦 我知道 秦桓听罢 装出一副很是镇定的样子 不由瞎便着说道 那边的厕所太小了 这边的大一点 啊 这臭小子神经病吧 上的厕所还要看大小 听到秦桓这话 夏锦西忍不住便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吴姐 要没啥事 我就去了啊 行 你去吧 好嘞 秦桓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也是很快就消失在了这里 不久后 学校的某处临间小道上 上官老师 我错了还不行吗 太疼了 您快松手行不 你还知道疼呀 我先前是怎么给你交代的 让你十点钟就去我房间 你把我的话 当成耳边疯了是吧 看我不揪死你 我 你什么你 刚刚要不是有你吴姐在 看我不收拾你 你怕我吴姐 秦桓一听她这话 立马就想到了破局的关键 对着上官朵朵 便是故意问道 哼 谁说我怕她了 我只是 果然如秦桓所想 上官朵朵 顿时就激动了起来 揪着秦桓耳朵的小手 也是不自觉地松开了 只是什么啊 秦桓揉了揉那 仍然有些疼痛的耳朵 满脸好奇的同时 直接就将脑袋 凑到了上官朵朵的面前 第0068章 有嫌弃两母前置的上官朵朵 只是 上官朵朵低着头 刚想要说些什么 突然就发现 秦桓那近在咫尺的率脸 心中一阵悸动的同时 赶忙就将其给推了开来 凑那么近干嘛 说着 当即便转移这话题说道 那个 你还是赶紧去我房间喝绿豆沙吧 我这还有事 就先走了 说吧 也不等秦桓反应过来 直接就一路小跑着 离开了这里 看着上官朵朵 那离开的背影 秦桓一脸猛逼的同时 也是没有在此夺坐停留 没一会儿的功夫 他就已经来到了 上官朵朵的房间门口 也就在他掏出钥匙 正要打开房门的时候 突然他的身后 却是传来了一刀怒斥 你是什么人 不知道 然而还不等那人将话说完 听到声音的秦桓 直接就转过了头来 嗯 是秦桓同学啊 那人先是一愣 随后不由满脸尴尬地说道 没事 你继续忙你的 我就不打扰你了 说吧 还不等秦桓反应过来 那人一溜烟的功夫 立马就消失在了这里 回过神来的秦桓 也是没有多想 摇了摇头之后 直接就将上官朵朵的房门 给打了开来 为了不再有人打扰 他在进屋的同时 顺手就将房门给关了起来 换好上官朵朵 特意给他购买的拖鞋 他先是去冰箱那边 喝了满满的一大碗绿豆沙 而也就在他正要离开之际 突然就发现 他之前 换下放在沙发上的衣服裤子 貌似是已经不在了 我去 难道是进来小偷了 想到这里的秦桓 立马就警觉了起来 他先是去厨房瞄了一眼 发现没人之后 于是 很快又来到了 上官朵朵的闺房门口 没有任何的迟疑 直接就将门给推了开来 这 我乐个去 当他推开房门的瞬间 映入眼帘的 便是一床的蕾丝 有些尴尬的秦桓 哪里还敢再次多待 生怕会被上官朵朵 抓个正着一般 赶忙就将这房门 给再次关了起来 而且还做贼心虚似的 轻轻用他的衣袖 呼 深深地呼了一口气后 这才在屋子内 再次寻找了起来 而他也是 没有寻找多久 很快就在后边的 阳台衣架之上 看到了他 换下来的衣裤 和先前不同的是 他这衣服裤子 明显是被上官朵朵 给清洗过了 这 看来挺凶的上官老师 还有着做贤妻良母的前置呀 秦桓暗自感叹一番过后 见并不是进来了小偷 于是也就没有再次多做停留 一眨眼的功夫 直接就离开了这里 七八分钟后 操场八班这边 欢欢 你这也去得太久了吧 我还以为你掉厕所了呢 秦桓 这才刚一出现 夏锦西对着他 便是打趣着说道 没 秦桓听罢 当即便捂着肚子 找了个理由说道 我就是刚刚突然肚子 有些不太舒服 在他看来 如果被五姐知道 他刚刚是去偷喝上官朵朵 给他准备的绿豆沙的话 不用想都知道 那肯定是少不了一顿训斥 毕竟就在昨天下午 夏锦西就有跟他说过 不许他喝陌生人的东西 虽然上官朵朵是七姐唐诗婷的好闺蜜 但对于夏锦西来说 那也和陌生人无异 肚子不舒服 夏锦西一听这话 立马就紧张了起来 身子凑近的同时 当即就准备向着秦桓的肚子摸去 来 五姐给你看看 别 我这已经没事了 被吓了一大跳的秦桓 赶忙就是出声阻止着说道 真的 你这该不会是害羞了吧 夏锦西见状 不由满脸狐疑地说道 五姐又不是啥外人 你怕个啥 我是真的好了 你看 秦桓为了证明自己没问题 还特意用力拍了拍自己的肚子 行吧 你等下要是再不舒服的话 可一定要告诉我 见秦桓确实是没啥问题 夏锦西也就没再抢球 转过头去的同时 对着正在训练的八班众人 便是命令着说道 全体都有 集合 话音刚落 八班的众人 也是赶忙 就集合了起来 而这其中 自然也包括可怜兮兮的周鹤 行了 步枪训练正式结束 见众人已经排好了队伍 夏锦西当即便是开口说道 接下来 就该考核一下 你们的射击水平了 梅祖拍一个代表出来吧 他这话才刚一说完 人群当中 很快就走出来了十多个人 而毫无意外的是 这次的考核 秦桓又一次惊艳了众人 当然 不仅仅是这一次 接下来无论是什么考核 秦桓都同样如此 光阴流逝飞快 弹指一挥间 便是三天时间过去 在这三天的时间里 那些将军们带来的各种武器 可以说是被秦桓他们 全都给用了一个遍 而今天 也是终于迎来了周末 本打算在床上好好 睡个懒觉的秦桓 哪知这才一大清早 他的房门就被人给敲响了开来 欢欢 快起床 别睡懒觉了 从这声音就能听出 这敲门的人 不是无解夏锦西 还能是谁 无解 今天好不容易周末 你就让我休息休息呗 秦桓揉了揉他那心松的双眼 对着门外便是喊道 休息个屁啊 难道你忘记 今天是啥日子了 夏锦西听罢 顿时便没好气地说道 管他啥日子 反正我要休息 秦桓将被子往头上一盖 对着门外便是再次喊道 不起来是吧 行 那就别怪 姐姐我不客气了 姐 你要干嘛呀 秦桓一听这话 顿时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还能干嘛 我这去找钥匙 好亲自把你从床上抓起来 啥 五姐 你可别冲动 秦桓从床上坐起的瞬间 赶忙对着门外吓唬着说道 我这可没穿衣服呢 我管你穿没穿 你就说起不起吧 夏景夕什么场面没见过 又怎么可能会被秦桓给唬住 第0069章 前往空军基地 起 我起行了吧 真是怕了你了 没办法的秦桓 最终也只能是选择了妥协 哎 谁叫这是自己的姐姐呢 就给她这个面子吧 秦桓小声的自我安慰一番过后 也是很快就穿好了衣服 哼 这还差不多 门外的夏景夕听罢 顿时不由一脸的得意 小样 还治不了你 我说五姐 你这大清早的叫我 到底是啥事啊 等到秦桓将门打开之后 对着门外的夏景夕 便是一脸忧怨地问道 你还好意思问我 夏景夕撇了撇嘴 很是没好气地回答 不是你让我周末 陪你一起去空军基地的吗 呃 你不说我还真忘了 秦桓一听这话 这才终于将那件事给想了起来 行了 人家那边的总司令 都还在等着你呢 咱们还是赶紧出发吧 夏景夕说着 当即就准备拉着秦桓离开 啥 总司令都在等我 真的假的 我有这么大面子的吗 秦桓一听这话 简直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实在是没想到 堂堂空军基地的总司令 如此恐怖的大人物 居然会等他一个 啥也不识的大学生 回过神来的他 当即就想要说些什么 然而还不等他开口 夏景夕拉着他的胳膊 就往外拽 五姐 我这还没刷牙洗脸呢 而且 咱们难道不应该吃个早餐再去吗 被拽着走的秦桓 不由一脸苦笑着说道 这 夏景夕听罢 这才终于松开了秦桓 行吧 那就给你五分钟 你快点 五分钟 这也 你喜不喜 不喜 咱们现在就走 别 我喜 秦桓哪里还敢多说什么 心中默念 这是自己姐姐的同时 赶忙就再次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也就五分钟不到 就见她再次走了出来 行了 咱们走吧 夏景夕说着 当即又准备去拽秦桓的胳膊 五姐 我自己能走 好吧 那你赶紧的 夏景夕也没再勉强 直接就向着楼梯那边走了过去 秦桓见状 则是立马跟上 也就在两人来到客厅的同时 大姐李明玉 刚好就看到了他们 于是 对着他们两人便是说道 你来得刚好 早餐已经做好了 过来吃一点吧 好嘞 秦桓听罢 当即就准备向着餐厅那边走去 然而还不等他迈开脚步 一旁的夏景夕 却是直接就拽住了他 好什么好 等一下到空军基地再吃 说吧 转头便对着李明玉说道 大姐 我这还得带欢欢出去一趟 就不在家里吃了 还不等李明玉给出回应 他拽着秦桓 就直接走出了别墅 没一会儿 他们两人 就已经在后院坐上了直升机 伴随着一阵轰鸣声的响起 秦桓他们所乘坐的这架直升机 也是很快就飞离了地面 一个半小时后 帝都某空军基地的门口 总司令 您这大清早地将我们叫来 这是要等谁啊 一名少将军衔的军人 对着为首的 一名身姿挺拔的中年男人 忍不住便是好奇问道 是啊是啊 总司令 您就说说呗 我也挺好奇的 难道是首领首长要来 这名少将的话音刚落 周围的其他军人们听罢 也是立马就跟着附和了起来 在他们看来 总司令会摆出如此大的阵仗 三名少将 五名大孝 十名中孝 那被迎接的人 肯定是来头不小才对 你们等一下就知道了 张文青淡淡一笑 当即就卖了个关子 当然 其实这也不算是卖关子 毕竟他也不知道 人家到底愿不愿意暴露身份 而也就在他们聊着这些的同时 此时不远处的广场之上 一群正在进行早操的飞行员们 刚好就看到了门口的这一幕 我乐个去 大家快看 门口这是咋回事啊 什么咋回事 卧槽 真的假的 那好像是咱们的总司令吧 我的个亲娘舅舅 总司令他们 这是在干嘛 怎么全都站在门口 看他们这样子 莫非是在等什么人 不会吧 还有什么人有资格 让总司令他们等 不得不说 眼前的这一幕 是真的震撼到了他们 他们实在是想不明白 这还有什么人 能让总司令他们等 莫非 莫非是首领首长 也就在他们的脑海 想到这一可怕念头的同时 秦桓他们的这架直升机 也是终于来到了 空军基地的上空 来了 张文青看着那即将降落的直升机 忍不住便是嘀咕一声 而听到他 这声嘀咕的其他人 也是赶忙 就向着那直升机看了过去 当然 不只是他们 不远处广场上的那些飞行员们 也全都如此 他们就是想看看 能让总司令亲自等候的人 究竟是何许人也 首长 已经到了 直升机降落的同时 王猛转头便对着夏锦西说道 好的 那你们等下 是跟我们进去 还是在外面等着 夏锦西听罢 对着王猛二人便是问道 就在外面等吧 行 说着 王猛这边 也是终于将直升机 给停在了基地门口 而夏锦西也是没有多坐停留 带着秦桓 就从直升机上走了下来 我勒个去 真的假的 这地方也太偏僻了吧 当秦桓走下飞机之后 看着眼前那重山峻岭 简直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空军基地 居然是建在大山之中 说是偏僻 估计都有些抬举了 欢迎欢迎啊 也就在这时 张文青带着那群军人大佬们 一脸笑容的 就从门口那边迎了过来 我去 这是啥情况 难不成总司令摆这么大的阵仗 就是为了迎接这对年轻男女 他们这看上去 除了是巨男美女之外 貌似也不像是什么大人物呀 该不会是搞错了吧 跟在张文青身后的 那群军人大佬们 再见到秦桓两人的样貌后 忍不住就皱起了眉头 第0070章 疯了 司令见了 也得叫首长 当然 不只是他们这些军人大佬 不远处的那些飞行员们 也全都是一脸的猛逼 我乐个去 我这是眼花了 司令员要等的人 居然是他们 那女生也太漂亮了吧 真有气质 确实是漂亮 不过怎么看 也不像是什么大人物呀 还有他身边那个男生 我咋感觉才上大学的样子 这也能让司令员亲自迎接 也就在所有人 全都百思不得其解之际 而接下来的一幕 却是更加的震惊到了他们 只见司令员张文青 在来到夏景夕的跟前之后 二话不说 对着他就敬了一个礼 我的个亲娘舅舅 这到底是个啥情况啊 司令员竟然对着一个年轻女人敬礼 疯了 我真的快要疯了 众人在见到这一幕后 顿时差点没震惊地 咬到自己的舌头 张文青是什么人 那可是空军基地的最高长官 齐军贤 少说也是个中将 现在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对着一个年轻的女人敬礼 这又怎么可能不让人感觉到震惊 你们还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给首长敬礼 眼尖夏景夕已经回礼 放下手的张文青 转头便对着他身后的那群军人大佬们 不由冷声斥责着说道 是 那群军人大佬们 虽然有些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但还是在第一时间 对着夏景夕敬起了礼 这还差不多 张文青见状 小声地嘀咕了一句之后 也是没在耽误时间 转头便对着夏景夕一脸笑容地说道 首长 他们都不认识您 您可千万别见怪啊 我有啥好见怪的 夏景夕听罢 当即便摆了摆手说道 倒是老张你 咱们俩好歹也是平级 你这又是给我敬礼 又是叫我首长的 怕不是有些打去我吧 我那敢打去您啊 我可听说 您在年底之前 可就要被授亿上将了哦 这 真的假的哦 我的个老天爷 这么年轻 还是个女人 居然就要当上将了 张文青的这话 才刚毅说出 他身后的那些军人大佬们 瞬间就瞪大了双眼 当然 不只是他们 就连一旁的秦欢 也是忍不住向着夏景夕多看了几眼 虽然他知道自家的无解 在军中的地位很高 毕竟就连森林郎 他们那些少将 也得乖乖地服从他的指挥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夏景夕的军衔 竟然已经达到了 如此恐怖的程度 要知道 在华夏能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人 完全可以说是屈指可数 哪怕是加在一起 估计也不会超过一百人 这对于一个拥有远超 百万军队的大国来说 说是万里挑一 那也是丝毫不为过 你这都是从哪里听来的啊 夏景夕听罢 当即便是苦笑着说道 我可是在前不久 才刚刚申请了离职 离职有啥用 上面是不可能批准的 张文青撇了撇嘴 不由淡淡说道 他们这给您提军衔 还不就是为了留住您 这个就留着咱们以后再说吧 夏景夕并没打算继续聊这一话题 当即便指着秦桓介绍地说道 对了 忘记给你介绍了 这位就是我弟弟秦桓 司令员好 秦桓也没有怯场 直接就伸出了手来 你好 司令员并未多说什么 只是礼貌性地 与秦桓握了握手 看得出来 他并没怎么将秦桓给放在心上 毕竟就连森林郎他们当初 也全都是如此 更何况 还是张文青这种身份的人 能和秦桓握手 都已经算是给夏景夕天大的面子了 想要让他刮目相看 那秦桓就得拿出自己的实力才行 至于秦桓 自然也是看出了这一点 在他想来 五姐先前出门时的那话 果然就是在忽悠他 人家司令员那里是在等他 明明就是在等自家五姐 而也就在这时 一旁的夏景夕 为了缓解秦桓的尴尬 当即便转移着话题 对着张文青便是说道 老张 我们这逗还没吃早餐呢 不知道 唉 我咋把这事给忘了 张文青听罢 于是赶忙就接过了话茬 走 咱们一起去食堂 您可不知道 我们空军的伙食可好了 是吗 那我倒是要见识一下 说着 他们这一群人 当即就迈步离开了这里 等到他们吃完早餐之后 刚一走出食堂门外 张文青对着夏景夕便是问道 您看我们现在是去机场 还是在在四周逛逛 别 你还是别叫我首长了 叫我景夕或者老夏都行 感觉有些别扭的夏景夕 摆了摆手的同时 对着张文青便是说道 在他看来 不管怎么说 现在两人都还是平级 叫他首长 那是真叫一个别扭 那怎么能行 您可是咱们华夏边疆 张文青一激动 说到这里时 却是赶忙就停了下来 看向夏景夕的眼神 可谓是满满的抱歉之色 至于周围的其他人 此刻全都是一脸的猛逼 搞不清楚 司令员这话才说到一半 咋就不说了 没啥的 这都是自己人 你说出来也无妨 夏景夕见状 哪里会不明白张文青的意思 撇了撇嘴 顿时不由淡淡说道 在他看来 眼前的这些人 那可都是华夏的忠诚卫士 就算被他们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也是不可能会向外透露的 什么叫信任 这就是 行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不瞒着他们了 张文青见夏景夕 居然如此的信任自己的手下 感动的同时 当即就准备将夏景夕的身份 告诉给这群军人大佬 让他们知道知道 眼前的夏景夕 究竟是怎样恐怖的人物 第0071章 杀戮战神夏景夕 嗨嗨 张文青干咳了两声过后 这才对着那群军人大佬们 满脸认真的介绍着说道 各位 我给你们隆重地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边疆001集团军的 最高指挥官 夏景夕中将 嗨 这 001集团军 真的假的 我的个老天爷 他居然是001集团军的 最高指挥官 在场众人一听这话 刹那间 全都瞪大了双眼 简直都有些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那传说中的人物 竟然就这么活生生地 出现在了他们眼前 001集团军是什么 那可是一直驻守在边疆 且百战百胜 令蛮夷们闻风丧胆的军队 其口号 更是享誉整个东周三十六国 但是雁门边军在 不叫蛮夷渡金山 而这其中的边军 指的就是001集团军 他们屠杀过的蛮夷 少说也有着百万之数 而作为这支军队 最高指挥官的夏景夕 其威名更是超越了 这整支军队 虽然 他在外人面前 从不摘下面具 且时到今日 蛮夷们仍不知晓他的名字 但曾经蛮夷首领 却是有说过这样的话 您占霸王项羽 也不占杀戮战神 而这杀戮战神 指的便是001集团军的 最高指挥官 也就是夏景夕 要知道 当初戴着银制面具的夏景夕 仅仅只是站在城墙之上 就成功让百万蛮夷 宁愿绕到进宫华夏 也不敢踏过燕门关半步 试问 如此传奇的人物出现在眼前 又怎么可能会不让人震惊 司令员 您该不会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吧 您是杀戮战神 真的假的 我的天呀 杀戮战神如此年轻的吗 您可是我的偶像呀 杀 不对 首长 您好 我是您的偶像 不对 您是我的粉丝 让人没想到的事 这群军人大佬们 在得知夏景夕的真实身份后 先是满脸的不可置信 随后 直接就胡言乱语了起来 而从他们的声音中就能听出 此时的他们 究竟是有多么的激动 毕竟整个华夏 能被称为战神的人 也才仅仅八个而已 更何况 夏景夕这杀戮战神的名头 还是华夏的死对头 他们的含金量可以说是 远超了其他几位战神 一时之间 这些在手下面前无比严厉的将军们 瞬间化身成为了夏景夕的小谜地 如果不是规矩不允许的话 此刻的他们 估计早就拿出手机 要和夏景夕来上一张合影了 行了 你们激动的啥 还有没有个将军样了 见到这一幕的张文青 先是对着他们一顿训斥 随后又对着他们 一脸严肃地交代着说道 关于夏景夕中将的真实身份 我不希望除在场以外的其他人知道 都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 众人面色一正 当即便是齐声回道 首长 您看咱们现在是去机场 还是 张文青见状 点了点头之后 也是没在耽误时间 转头便对着夏景夕问道 我 算了 去机场吧 夏景夕本想再次纠正一下 张文青对他的称呼 不过话到嘴边 最后还是给吞了回去 他爱咋叫就咋叫吧 行 那咱们这就出发 张文青说着 转头便对着其中一位少将说道 郑浩 你带人去准备几辆车过来 是 那名中将听罢 当即就带着几人离开了这里 也就五分钟不到 就见那名中将几人 开来了六七辆军用敞篷越野车 首长 您看 张文青看着夏景夕 对着他便是说道 我和欢欢一辆 你们在前面开路就行 夏景夕那里会不明白张文青的意思 于是对着他便是说道 那行 张文青说着 直接就让人将其中的一辆 让给了夏景夕和秦欢 欢欢 你看还是我开 夏景夕看着秦欢 对着他便是问道 还是你开吧 秦欢回道 那行 夏景夕说着 直接就坐上了驾驶位 没多久 秦欢也跟着坐在了他的旁边 而这一幕 看在那些将军们的眼里 简直都快要羡慕死了 这可是他们的偶像啊 现在居然给别的人开车 而且那人还坐在夏景夕的身边 这又怎么可能会不让他们羡慕 行了 准备出发 也就在这时 张文青对着众人便是说道 话音落下 这八辆军用敞篷越野车 向着不远的机场 直接就行驶了过去 我去 大家快看 这是个啥情况呀 那车上坐着的人 好像是咱们的总司令 他们这是 要去干嘛 鬼知道 貌似是去机场那边 咦 中间那辆车上的两人 怎么好像没见过 伴随着车队的一路急迟 不少正在训练中的飞行员们 看到这一幕的同时 忍不住就三三两两的小声 一轮了起来 没多久 夏景夕他们这一行人 也是终于来到了机场 最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一排排的军用武装直升机 当他们全都走下车辆之后 一名中校军衔的教练 赶忙就一路小跑了过来 司令员同志 您让我准备直视一直升机 我已准备完毕 请您指示 那名教练 先是对着在场众人敬了个礼 随后 对着张文青便是说道 很显然 从他的话语当中就能听出 张文青在秦桓他们来之前 就已经让人做好了准备 你先等等 是 说着 张文青转过头来 对着夏景夕便是一脸认真地说道 首长 虽然他是您的弟弟 但我还是需要跟您提前说一下 张文青说到这里时 瞥了一眼秦桓后 这才继续说道 如果他不能达到我的要求 那我肯定是不会收下他的 当然 夏景夕也没有多说什么 当即就点了点头 在他看来 等下老张这家伙 可别死皮赖脸地求着秦桓留下才好 好